五谷区更新社区老人人口众多 可是这里连个自住餐店都没有 子女外出工作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老人家没有饭吃 还好多年前更新社区发展协会利用了餐车来办共餐 解决了大家的问题 这个餐车很特别 每周一、三、五的中午 五谷更新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们 就是利用这个餐车捧调出长者们的午餐 可以说方便又省事 李市长也感谢热心的志工们 每周三天为长者烹调出色香味聚全的午餐 而这些聚工有的会带爸爸妈妈来参加 长者在里面上课 子女就在外面帮忙 就像我来这里有老人 还有猪肉 我们的宏理寺长也很好 做人很好 照顾在阿公阿嬷 对啊 但是我听说你们每天做 不觉得很累吗 我们的猪肉 我们的欢迎就好了 我们就拜他跟拜国都有了 我在住如洲 这边是我以前小时候我的家乡 我妈妈也在这里啦 来这边学习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所以来这边不只煮给妈妈吃 可以煮给很多 对来这边节善年 这些长者们来参加共餐 其实每个月都有缴两百块 虽然费用不足以完全支付每个月的开销 但是共餐并不是施舍 长者们在付出的同时 也得到应有的尊重 记者沈仲林瑾瑜五股采访报道